退休特工正在家摸鱼 可突然一群特种兵闯了进来 我靠 这是怎么回事 老头反应迅速 上来就是拳脚问候 很快对方被他打趴在地 他取下对方子弹 放到平底锅里煮起来 不一会儿子弹弹射开来 外面部队看到 还以为屋里发生枪战 立刻对着房子一顿乱轰 但这时老头已经来到地下室 他对着地板一阵猛砸 拿出里面的武器和护照 接着他一阵操作 干掉闯进来的部队 最后背上行囊 潇洒离场 老头名叫老薇 是个超强特工 原本打算晚年平静度过 现在看着阵势 指定又是卷入什么迷之事件 要被政府灭口 他找到自己的搭档老乔 老乔查询后表示 昨晚来杀他的那帮人 正是CIA里的暗杀小组 在被老薇干掉前 他们杀掉了一名女记者 于是老薇来到女记者的家属处 找到了记者的遗物 他跟随上面的数字线索 找到了对方大学的图书馆 这里他发现一张神秘名单 上面写着的人 除了他以外 大部分都在最近死了 老薇深感不妙 他立刻找到另一名 也在名单上的伙伴 伙伴一听激动的不行 等了这么久 终于有人来杀我了 他疯狂查询资料 发现这个名单上的人 都于30年前参与过 南美的一项秘密行动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他们找到名单上的 另一名不认识的特工 对方在当年是一个飞行员 他解释 在当年任务中 他的职责是运送一名神秘人物 结果话音未落 玻璃碎裂的声音传来 一颗子弹打穿小哥胸膛 紧接着枪林弹雨袭来 CIA已经派人包围他们 老薇和伙伴赶紧开溜 路上他们遭到 年轻特工们的攻击 他们一边拿火箭弹炸人 一边嘲笑老薇等人老掉牙 这一下可把老薇整火了 他拿出个榴弹发射器 哐的一下就把对手炸开花 对方丢回一颗手榴弹 伙伴一个拳雷打就送回去 最后他们碰上了 火箭弹大姐 伙伴示意老薇不要动手 然后 这伙老特工可了不得 仅凭两人就送走了 来追杀的所有特工 对面的指挥官阿白都懵了 你确定这两个是退休人员 他来到档案室查询 试图找出两人的真实身份 可殊不知 老薇此时亲自登门 他伪装成一名将军 在女友的帮助下 混入CIA总部 阿白前脚刚离开档案室 他后脚就走进去 档案室的大爷是老薇粉丝 一看到老薇就开心得不行 不仅没通报上级 还乖乖把秘密行动的档案 交给老薇翻阅 老薇拿着档案走出去 接着就亲自拜访阿白 这胆也太大了吧 阿白二话不说就是干 两人疯狂肉搏 中途老薇不慎挨了一下 阿白笑他老头子 老薇可不开心了 几番拳脚就好好教育了一顿后背 阿白被打得恍恍惚惚 中途他发现 老薇是自己师父的师父 看来是真的爷爷了 最后他被老薇撂倒 对方抢了门禁卡就跑出办公室 紧接着老薇制作了个炸弹引发火警 他打晕一名前来的消防员 伪装成对方撤离现场 获取资料后 老薇和伙伴集起了当年特工组所有老伙计 众人一番研究 发现秘密档案中有一个名字 没在暗杀名单上出现 那人正是一个军火商 于是老薇等人伪装成要谈生意的政客 跟对方见面 军火商一脸开心 可BI没装完 他就被捆得结结实实 严刑逼供下 他道出真相 下令暗杀他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M国副总统 因为30年前曾在南美 有过反人类的图村行为 副总统为了保全自己竞选 打算杀掉所有知情人 就在这时 CIA和FBI已经联合包围住宅 由于没有合适的突破口 老乔自我牺牲 他装成老薇出门 结果被一击送走 老薇等人迅速从后门跑掉 可在途中 老薇女友调队被抓了 老薇没有办法 只好先行离开 事后他打电话给阿白表示 若对方不保证女友安全 他就让他一家都整整齐齐 阿白反向追踪一查 好家伙 老薇就在自己家打电话 他明白老薇不是说笑 立刻答应了对方 可在赶回家后 他发现 老薇把自己的门禁卡还了回来 并且留下了档案和暗杀名单 这伙老特工叱咤风云大半生 结果退休后还要被政府暗杀 为了斩草除根 他们决定杀掉幕后黑手副总统 首先他们装成贵宾混入副总统的竞选 暂住现场 在现场狂喷臭味剂 接着特工大妈用特制项链拴住前门 特工大爷大喊煤气泄漏 引发恐慌 紧接着拉向火警 混乱之中众人无法从前门跑走 保镖们护送副总统从备用出口离开 可就在路上 他们遭到大爷大妈伏击 为了以表实力 大妈还使用了大型机枪 阿白带着人迅速赶到 结果一看 好家伙 机枪早已被射成自动模式 他大喊让副总统去备用车 然而话音未落 车就被大爷炸了 保镖带着总统从员工通道撤离 好不容易跑到屋外 特工大爷揣着炸弹就向他们跑来 副总统整个人慌了 带着保镖一阵狂跑 坐上了一辆印着政府标志的汽车 可下一秒 老魏从驾驶座上回头 完蛋 这下彻底中计 他接连设晕了两个保镖 然后把副总统劫持走了 几个小时后 阿白接到老魏电话 老魏表示副总统还活着 但必须拿女友来换 于是CIA和老魏约在废弃电厂碰头 可就在CIA到达后 军火商也从车上走下来 他一枪干掉了副总统 老魏瞬间懵逼 原来军火商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为了金钱利益 他一直把副总统和CIA当成自己傀儡 他下令靠住老魏 紧接着又让阿白干掉老魏和女友 阿白于心不忍 认识到真相的他不甘当一条走狗 他偷偷把钥匙放在老魏手心 然后一枪干掉了上级 就在军火商人马上想要反击时 埋伏在暗处的大爷大妈迅速攻击 老魏也走上前 一把就掐断了军火商气管 坏人全体凉凉 阿白和老魏互相道谢 阿白负责重整CIA 而老魏等人回荡了自己摸鱼的退休生活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痴烟战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